各位的下午好 感谢邀请我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做一个我们公司的分享 好了 Gordon Tag是一个白银公司 那么在墨西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我们有两亿盎司银当量出量 那是在这里呢 就是其中的就包含一亿五千万盎司的白银 好下一个换灯片 那么我们也是这个白银矿床 最大的之一了 并且呢新的价格也在上升 就是我们这里也是有十一亿磅的新的矿场 并且呢我们也是极具价值挖掘价值的一家公司 我们将会进行进一步的转叹 所以呢让市场看到 我们更多的价值 来为我们的项目赴能 我们已经有一些勘探的项目在进行过程当中了 那么我们持续的在进行转叹 我们将会这个加大我们的资源的投入力度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Golden Tech呢 也是这里最大的一个资源 就是按照银的一个盎司当量来计算的话 我们是第一的 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 这个 最近呢我们也是 这个Core呢是以4300万美金被收购 在这里展示出的是 我们的白银的 ZioN呢 大约是 0.14美金 那么就是行业平均是0.94美金 每盎司 因此呢 上行的空间有16倍 在右手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在计算 我们的金属价值 不同的 金属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整个的金属的一个组合的价值呢 也是达到了160亿 那么这是我们的管理层和董事会 是有丰富的行业经验 好下一个 可以看到的是 那么 上个夏天呢 下行了 那么我们也是21年5月到9月 2000万的任股权证 新权 那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 把这个权证呢 等于到了新的这个持有者手中 在过去 半年 的这个下行之后呢 经过盘整呢 相信呢 随着赢家的上涨 我们将会进入下一个上行空间 那么没有负债 那么 那么我们Eric呢 Spot呢 他是占有了公司19%的股份 是大股东 那么这里 右手边的黄色的 红 啊 新呢 这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所在地 就是黄色的新 的所在 那么还有 三个白色的新 last 这个最左边那个字也是 很大的一个墨西哥的矿场 然后这中间的这个是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 他已经是开采了100年的时间了 也就是说 这里的贵金属 白银的矿场真的很丰富 这个区域有很大的贵金属的矿场 所以呢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激动的原因之一了 可以在最左手边 可以看到的是2012年的时候 Pernio呢 有一个很小的 这个运营在这个位置 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的技术团队呢 那么它其实呢 是离圣地亚哥两公 两小时车程的地方 那么就是 我们 对它的 资源的潜力呢 进行了分析 然后在 2018年 之后呢 他们又 在这个区域呢 这个区域呢 也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些勘探 有 2.1公里的一个范围内 他们也有很大的一个发现 那么 他们作为一个技术的团队 作为先锋 先进行相应的勘察 之后呢 有潜力的话再进入投产 这里呢 看到有很大的一个资源潜力 这个区域呢 它的上行的空间很大 所以呢 在这里开产呢 应该是很有收获的 一个预期了 那么我们 由我同事来 对这个resource来教一下 介绍 那么 这是塞莫西哥 最大的为开发银矿之一了 那么 将你拥有 我们公司的股份的话 那么就拥有了 这个美股呢 相当于对应 超过一盎司的银当量 这样的一个价值 那么我相信呢 这个资源呢 我们是可以不断的被开发出来的 这个resource 是呢 在网站上有相关的更详细的内容介绍 那么 在这个resource呢 74%都是Fernanda Zone 这个区域 这也是 最大的之一了 Fernanda Zone呢 是在2012年 被发现的 已经 有好多年的时间了 然后呢 在2013年 再进行进一步的开发 然后呢 公司被收购 进行重新的一个评估 那么 当时 主要是 赢价不好 并且呢 公司的那个 流动性很差 所以当时呢 这个项目停了 那么 我们有 这个地质技术团队 他们很有经验 他们 把这个数据 进行了评审 并且制定出了详细的 3D模型 所以呢 他们是独立的建模 这个就是他们建模的一个成果了 展现出Fernanda区呢 那么有超过1亿盎司的银当量 在这个区域 他们识别出 这个区域呢 还有可能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矿泉区 有三个 Fernanda区域的 这个潜力 这个虚线呢 就是天然金 的位置 所以呢 很有可能再发现 一个Fernanda 而不只是一个概念 连续的矿化带 Fernanda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好了 我们在 左手边 不好意思 有点小啊 字 那么 地理 的一个研究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2020年发布了 在这里 区域呢 展现出Fernanda zone呢 是在 中 天上的位置 它的这个世界级的品位 处于 Fernanda区域 它呢 是在 Fernanda 在几个区域 它叫起来是 300米 的距离 可以看到呢 它是164 克 每吨 这样的一个 饮品位 在这个里呢 好 在左手边呢 最上面 449 那么 下面是18 这里呢 是250米的距离 是露天矿 那么 在这里呢 我们 的矿化带呢 它的品位很高 也是和Fernanda zone 非常类似的 所以呢 有 560米的一个延伸带 它是 平均的是 100克 每吨 在那一个品位 比Fernanda区的品位 稍微低一点 但是呢 在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呢 可以展现出 一个从未被开发过的 类似于Fernanda区的一个 高品位矿区 很令人振奋 那么 那这里可以看到呢 还有一个是75.89克 每吨的品位 那么还有 这里呢 有 在Fernanda区的上方呢 也有很大的一个露天矿 这可能是会 一个根本上 改变这个矿区 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发现 所以呢 它的一个矿化带 潜力很大 就在Fernanda区的上方 给到我们 很好的一个经济 方面的收益的预期 那么 那么Fernanda区 就在这里了 它是 两个 这个区域组成 Montory和Trophy room 两大区域组成 在东边的话 它是 开放的 那么 在 这个位置呢 我们 可以去 在下个昏灯片呢 再进一步的阐述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到的是 它 有200米的一个矿脉 包括呢 另外一个地方 还有300米的一个矿段 它的一个 区域的可连续性 还是很强的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是700米的深度 那么 东西部呢 加起来有 800米长 所以呢 这些 矿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矿 有如此 深的一个众生 的确是不容易 那么 每一个 众生 它的一个 高品位的 银矿当量 是非常惊人的 可以 这么说 它几乎是一个 世界级的 矿床了 那么就是 在芬蘭丹呢 美衣 米呢 都是有 很高品位的 世界级的 银矿 甚至有的是 金矿 所以呢 它是世界级的 然后在最后 一个有关地质学的 图 我们可以看到 右手边 这里呢 我们也是 60A的一个 转孔 我们是一月份 发布的 对这个结果呢 我们也是 非常 振奋 是 有323米的 矿化带 那么 在这里呢 每吨3盎司 那么它的一个 长度是 相当于 三个足球场 这么 大的面积 一个区域 有很高品位的 矿场 那么 就是 在这个 矿段呢 我们希望呢 对它 在2022年 进行再次的 一个评估 确认它的一个 资源量 那么在 Montan区域呢 那么也是 达到了 273克 银当量 每吨 那么 也是在 几百米的 一个矿段上 我们也会 对这个 关键区域呢 进行 相应的 高品位的 一个认定 而且呢 它也是 进地表 易于开采的 一个 矿产 在这里呢 我们有 高品位 的 矿段 和Montan区域 可以 媲美的 一个 矿区 在这里的 一个 矿段呢 那么 长度上 达到了 142克 吨的 一个 品位 那么 我们很有 信心 三个 钻孔 将会 帮助我们 在这个 区域呢 获得更多的 高品位 矿床 在这里呢 是 100米的 一个宽度 它的 矿化 但是 是 延伸了 50米 那么 它是 从现有的 矿段 延伸出来了 50米 这样的 一个 矿段 因此呢 我们可以 看一下 很多的 一些 发现结果 的确有 很好的 一个 高品位 矿 的发现 在Fernander 中的 这个区域 和它 以外的 区域 带来更多的 增长潜力 好了 Greg 把时间交还给你 好了 这是 Guten Tag 的一些亮点 时间 多的话 我们当然可以 讲更多 项目的情况 我们的 钻孔还在 持续的进行 很显然 我们的 这个钻孔的情况 非常之好 我们也知道 白银呢 是 贵金属当中的 王子 而且呢 它 在工业的 应用方面 需求量 也是很大的 而且呢 它是 导电性能 最好的一种 金属 是我们的 绿色 金属当中 可以看到 白银的 应用 是必不可缺的 包括还有 镍 铜 也是 绿色金属 那么可以看到 墨西哥 也是一个 产银大国 这个换灯呢 给到了我们 更多的 一些信息 深入了 了解了 我们的 银 矿 的情况 而且呢 白银的投资者 也在 积极地探讨 有关 白银 基本面 显著提升的 状况 在过去的 十年时间里面 对 这个白银的需求呢 也是显著的增长 包括呢 在汽车方面的 白银的应用 有问题吗 是的 能够 能够对 上帝 阿哥 沙姆的最近的 撰探 情况 给我们最新的一个 汇报嘛 我们 对一些 主要的 矿化带 进行延伸 有的矿段呢 它的 品位 极高 所以呢 我们可以 在这个 东部 市面都 进行 同步的 延伸 东西两面的 矿船 都是开放的 我们有一些 净地表的 一些 转碳 来 开发 里面的 矿化带 这很好 并且呢 Montana 区域呢 我们进行了 一些测试 通过测试呢 的确也发现了 很好的 矿化带 那么我们这 逐渐的 披露 发现的结果 那么对 钻孔的情况 进一步 披露 和别的 勘探项目 相比的话 有什么 相比性吗 那么 那么 其实呢 也有 其他的 银框 有类似的 发现 那么 有的是 比我们还提前了 三到 四年 但是呢 我们 是 过去年 这个白银 钻孔 发现最 好情况的 之一了 今年可能 还有更大的 发现 那么 就是 在一个 三百 二十三米 长的 矿段呢 达到了 平均 一百克 每吨 这样的一个 高品位 所以呢 我们 在过去年 的发现 还是很 很振奋的 好了 行 谢谢你们 谢谢两位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